奇闻不知何处寻 密探方知在此间 大家好 欢迎来到本期视频 还记得这只鹿吗 看过2016年的韩国灾难电影 釜山行的小伙伴 一定都忘不了被他支配的恐惧 当他被车撞倒几秒钟后 又跌跌撞撞的爬起来 随之而来的就是没有瞳孔 眼神涣散的双眼 疯狂撕咬人类传播僵尸病毒 以及接踵而至的人类灭绝之灾 迄今为止 僵尸病毒的爆发 都还停留在电影中虚构的情节 这幅画面当时看来 也不过是导演脑洞大开的一个镜头 但之前发生在北美的一条新闻 却令当时的那个情节 看起来细思极恐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称 一种被称为僵尸鹿病毒的致命性疾病 正在席卷美国和加拿大的24个州 在以上标注红色的流行区域内 也有25%的野鹿群被感染 高度感染地区的野鹿 遭感染率更是高达79% 美国政府已经在下令集中处理受感染的鹿群 但由于感染区野鹿数量庞大 疫情目前还没有得到有效控制 被这种病毒感染的动物 会在短时间内迅速减重 身体丧失协调性 变得不怕人 甚至很有攻击性 和丧失片里的僵尸鹿一模一样 这种病毒虽然现在只发生在迷路 驼鹿等身上 但也会在不同的动物之间传播 最可怕的是 专家警告 这种病毒可能会传染给人类 消息一出 立刻引得全美上下一片哗然 所有媒体都在争相报道 人类的末日真的要来了吗 这种僵尸鹿病毒还有一个学名叫做慢性消耗性疾病 主要因为感染之后引起的奇怪症状而得名 它的主要传播途径是食用受感染的动物尸体上的肉 这种病毒会攻击患者的大脑和脊椎 使患者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 并且具有攻击性 目前是无法治愈的 而且这些症状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会出现 有的需要长达一年 这意味着一只被猎杀的鹿或一些被车撞死的有题动物 可能看上去很健康 足以供人类食用 但之后这种疾病才会显现出来 2016年 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曾爆发探拘疫情 疫情导致超过2000头鹿死亡 一名12岁男童吃了受感染的鹿肉后 医治无效死亡 当时爆发探拘疫情时 有近百人被送院治疗 确诊28例 但死亡的仅有那名12岁男童 虽然近期肆虐的僵尸鹿病毒不同于探拘疫情 但同样令人人心惶惶 甚至有研究者推测 考虑到目前事态发展的严重性 人类感染CWD可能只是时间问题 尚无治疗方法 这种病毒可以长期潜伏 无特异性临床症状 并缺乏可靠的活体检测方法 一些专家认为 生活在受疾病影响地区的人们 在食用鹿肉前最好先去检测样品 如果检测是阳性最好不要食用 对此美国官方给出的回复是 对于这个病毒 我们人类正处于一个未知的领域 很可能在未来几年内 人类因为食用受污染肉类 而患慢性消耗性疾病的病例即将发生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也表示 食用鹿肉将是人类最有可能感染 慢性消耗病的方式 据估计 美国人每年食用7000至1.5万只 受感染的动物 专家们在最近一次的实验中 证明了这个猜想的可靠性 他们把感染了僵尸病毒的鹿肉 喂给猎猴吃 猎猴随即被感染 CWD实际上早在1967年 就被发现了第一例病例 之后才在美国24个州的自由放养 和圈养的鹿科动物宠群中传播开来 它是由一种错误折叠的蛋白质引起的 也被称为原病毒 常见于中枢神经系统 明尼苏达大学传染病 和研究预防中心主任 迈克尔·奥斯特·霍尔姆说 如果斯蒂芬金能写一部传染病小说 他一定会写这样的原病毒 由于僵尸病毒极强的传播性 和不可治愈性 加拿大当局已经明令禁止 再继续食用或者接触鹿类 美国国会也在积极讨论 应对政策制定相关法案 至于我们在生活中 如何检测可能感染慢性消耗病的鹿 迷路 驼路或北美巡路 它们通常会出现以下症状 停止或很少与其他动物互动 精神萎靡不振 身体不由自主地震动 重复行走模式 头部低垂容易紧张 不受控制的分泌唾液 磨牙 饮水和排尿次数增多 在我们的印象中 僵尸病毒的爆发 似乎一直还存在于恐怖电影中 但其实美国国家公共卫生机构 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造就出过一份僵尸防范指南 就我们目前所以知的来看 虽然真正的僵尸病毒还不存在 但病毒的确在进化 例如 如果两种病毒感染同一个细胞 就可以通过进化来切断大脑的高级功能 来导致饥饿 这是可行的 在美国物理学会最近的一次会议上 科学家们使用标准的疾病模型 来评估了僵尸爆发时理想的逃生方式 僵尸对我们来说唯一的好处 就在于他们不会乘坐交通工具 并且行动迟缓 因此建模人员认为 洛基山脉将是最安全的地方 因为那里已经没有很多人了 而且去那里很有挑战性 相反 大城市是疫情爆发后最糟糕的地方 但爆发之后大约一个月 随着受感染人群向外转移 大城市开始变得相对安全 我们可以在代码共享网站上 查看科学家们的互动工具 在那里你可以调整输入参数 如僵尸的速度和咬死笔 看看病毒感染的传播速度能够达到多快 目前对于僵尸的猜测有很多种 比如有些像行尸走肉里的僵尸那样 行动缓慢而愚笨 有些则像威尔史密斯 在《我是传奇》中的僵尸一样 阻止多谋 不管怎么说 科学杂志告诉我们 在荧幕上看到的不死僵尸 倒是永远不会真实存在的 但是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不要去可能会有安全隐患的地方 也尽量不要吃野生动物的肉 毕竟病毒是我们无法用肉眼看到的 当今的医学在发达 仍有很多领域是人类从未设计过的 就像专家说的那样 我们必须明白这其中的意义和严重性 因为我们总不能坐着 等待第一批病例的到来 而就像前面视频中 咱们提到的元凶 正是这个称之为原病毒的罪魁祸首 1985年 英国偏远村庄的小镇里 一位农夫正在发愁 他家牛圈里优质奶牛 最近总是有气无力 时常困倦 对草料毫无兴趣 几处 他以为是肠胃出了问题 但观察了几天发现 奶牛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差 无法维持战力 甚至口吐白沫 像发烧一样不停的颤抖 农夫找了一些当地的兽医 给奶牛进行检查 但他们都表示从未见过此症状 摸不清病因 有兽医怀疑这头奶牛可能得了脑部肿瘤 于是将奶牛宰杀并将其解剖 当他打开牛的颅骨时 被眼前所看到的景象惊讶住了 病牛的脑组织充满了无数的小孔 像是一坨千疮百孔的烂肉 充斥着大量组织坏死导致的轰炮 还有大量细胞纤维增生的迹象 经过英国中央兽医实验室的学人 将这种病症命名为牛海绵状脑病 在民间它亦被称为疯牛病 老老实实吃着草料的牛怎么会疯了 原来这都是资本作祟 商家们为了让牛长得更快 挤的奶更多 他们在给牛吃食力增加了动物蛋白 包括吃同类的肉或下脚料 当然是素食的牛突然开了婚就会得这种病 反出动物被强制四味动物蛋白 尤其同类相识就会造成这种疾病 还可能传染到人类身上 蜂牛病的发生终是资本的代价 无独有偶 1950年在南太平洋的原始森林中 一个自称弗雷人的部落 流行着一种奇怪的疾病 患有这种疾病的人 起初可能只是头疼的关节疼 还伴有不自主的颤抖 弗雷人称这个未知的病为库鲁 意味害怕的颤抖 库鲁病的初期可能只是不自主的颤抖 但渐渐的 患病的族人会出现失去劳动能力的症状 病情严重的时候 还会突然毫无征兆的手务阻导起来 患病后不到半年时间 患者会记忆几乎全世 人会在疯癫大笑中逝去 当时一位名叫丹尼尔卡尔顿 盖杜谢克的医学家 来到福尔部族对库鲁病展开调查 他发现患上库鲁病的人 大多是女性和幼儿 但他调查了部落的饮水食物和土壤 都没有发现任何致病源 就在摸不着头绪的时候 一次宴会让盖杜谢克 看到了部落最深的秘密 部族一位长老逝世 在他的葬礼上 福尔族人竟然把他的尸体 分割成一块块 分尸给部落族人 作为尊贵的贵客 盖杜谢克也被强制分到了一片脑子 这种场面让盖杜谢克产生强烈的不是 他趁族人不注意 偷偷把脑子藏了起来 回到实验室后 他用这片脑子进行各种实验 最后 他发现库鲁病的病源 是一种侵害入的大脑和神经系统的慢性病毒 他以脑组织为主要技术 可以长期的潜伏 而这种病源体就是一种原病毒 而这种病毒正是可以侵入大脑内部 出现类似僵尸禄一样的现象 是一种神经性侵入疾病 原病毒又称蛋白质侵染因子 原其实是蛋白质的旧称 原病毒意思就是蛋白质病毒 原病毒的体积比普通病毒更小 不含有DNA等核酸成分 仅由蛋白质构成 可以自我复制并具感染性 原病毒特殊的结构赋予了他惊人的抵抗力 他耐高温 加热到360度仍然有感染力 许多高压高温灭菌的手段都对他无效 连蛋白酶也无法将它消化溶解 1991年 布鲁西纳缠明了原病毒的复制机制 原病毒是一类具有感染性的特殊蛋白 它在接触到了生物体内正常的C型PRP蛋白后 会使C型的变成SC型 通过这种变构来复制自己 也有学者认为原病毒是通过与生物中心法测不同的信息 流来复制的 它可以通过蛋白质的某种酶作用下 直接复制蛋白质 但这一理论尚未得到证据支持 而哺乳动物一旦感染原病毒 免疫系统对这种病毒根本无法杀灭 死亡率100% 区别只是潜伏期长短而已 目前原病毒对人类来说还是个棘手的问题 而关于如何预防 医生也只能给出类似尽量不要吃动物脑髓和内脏的建议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下期咱们不见 不散